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光阴广场怎么这么多人啊 法恶童? 不对,不是法恶童啊,是签面 也难怪你弄混,法恶童沉寂之后,签面算得上最初方投的神将之一啦 牛什么牛?签面很厉害吗? 在以虚授亚小姐为首的大名鼎鼎的对空六克面前,我看已经走投无路 哦,杨小姐来了! 还有对空六克的执行官呢! 杨小姐,助你踩我! 刘珍珍,有一句心里话我想对你说! 小窗角,总要做我的你! 不,不对 难怪这里人这么多,原来都是对空六克的粉丝啊 貌似六克要来这里做活动? 哥,咱们还是先溜吧 万一像签面那样,不小心成了他们的业绩 灵,说什么呢?我们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怎么了,副科长? 希望是我的错觉 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质量发生了 你…… 血量的过程 还不需要的 血量的过程 冲突 游战 我一定要想亮 干脆地回答他 说明我的来意 展示我帅气专业的一面 嗯 您好像把心理活动说出来了 对不起 我就是他 我是说我就是我 我是说我就是HIA代表 我刚刚在心理练习的时候没这么蠢的 但是一想到能跟对空六课的精锐交谈 我就 您不用紧张 我们和其他执行客没有任何不同 只不过 刘 下一次的课长数职会 我可以不去吗 我想继续进行坚持不去数职会的修行 那个修行的结果只有投诉和扣奖金 课长你一定要参会 刘姐 办公桌上写着备餐的这个小盒子是什么菜 是一种家餐吗 我可以吃吗 不可以啊 那个是药 是潜宇庄未通请假时拿来拍照做证据的 哦 副课长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庄的 哎 我是说副课长你怎么可以说我是庄的 因为你上星期的请假申请就是拍的这一盒 今天晚上的请假也是这一盒 另外 今晚的请假我带课长给你驳回了 记得晚上好好值班 不好意思 嗯 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啊 你们和其他执行客没有任何不同 没错 只不过大家的个性稍微鲜明一点而已 咱们说正事吧 您要商讨的是 哦 对 我这次来访是代表HIA特邀对空六颗的诸位参加一场测试 测试我们HIA最新研发的次世代VR系统 相关申请手续已经跟贵部门的上级部门确认过了 哦 原来是那件事 确实有收到过部长的通知 帮助合作单位完善新型VR系统的建设 作为适用人员进入虚拟空间中测试系统性能 不过 我记得通知里有说 原则上这件事尊重大家的个人意愿 请让我询问一下大家 参加这个任务能不去数值会吗 我愿意 哦 要去HIA的俱乐部里参加吗 里面有零食 要去要去 啊 参加模拟测试肯定就无法值班了吧 义不容辞 总是在这种时候特别团结呢 好吧 如你所见 对空六颗乐意参与模拟测试 我们随后会根据通知预留的地址自行前往 希望合作愉快 太好了 我一定要跟同事们说 是在我专业沟通下 对空六颗才爽快同意了合作 等下再偷偷拍张子拍照 您又把心理活动说出来了 而且原则上这里是涉密区域 不可以进行任何拍摄哦 诶 月城复刻厂 您回来了 六颗的诸位都准备好了吗 嗯 他们很快就会来这里集合 在开始前还有时间 嗯 我有些感兴趣的事想找您了解一下 可以吗 当然 您想先从哪里开始了解 这是我的体检电子档 里面有全部生理信息 这是我的枪架号 您扫一下就可以加好用 没有验真问题 这是我的 啊 等等 您误会了 我对您个人没什么兴趣 我想问几个关于测试的技术细节 原 原来是这样啊 哎 真是不好意思 我太激动误解你的意思了 哈哈哈哈 把哭声藏在大笑里 感觉更可怜了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跨部门协作 帮助HIA对他们最新款的VR系统进行测试 简单来说 最新版VR系统的核心特色是 与感官神经前所未有的深度同步 这种深度进入式的模拟可以更好地欺骗大脑 提升训练效果 让身体相信虚拟体验就是真实经验 而不仅仅只是光影刺激 当然 这次测试 他们屏蔽了痛觉反馈 这套新VR系统未来计划开放给治安局 防卫军 一般调查员 甚至是普通公众使用 因此 需要建立一套标准的数值体系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进入模拟系统内进行充分的战斗 按工作人员的说法 我们的战斗数据会被当作这套系统的上限 等我们的虚拟数据建模完成 任务就完成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问题 我已经说服了工作人员等结束后帮我们提交任务报告 课长 你到时候只需要跟部长打声招呼就好 我没问题了 我 我 我 HIA会提供我们工作餐 还有休闲零食 我让他们给苍角你的分家量了 好耶 我最喜欢刘姐了 下官也有问题 不可以请建 好了 没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就 诶 等等 副科长 我这次的问题可不是请假哦 哦 我竟然说错了 真奇怪 哪里奇怪了 像副科长这样跳过问题 直接说中答案才奇怪好吧 我要是敢这么跟情报科的女孩们说话 肯定会被当成跟踪狂的 好吧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前语军 进行充分的战斗 具体是要打多久 这个倒没有时间限制 看HIA的需求 不过根据这次测试系统的设计 我们只要击败全部测试怪物 就会强制结束 你手里拿的书是什么 是新VR系统的技术手册 我从工作人员那里借来的 刚刚很多情报就是从里面看的 技术手册的第273页写的什么 关于在模拟系统内进行安全模式启动的三种方法 以及适用场合分析 太奇怪了 你甚至书都没翻开就直接说出来了 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就背了整本书吗 这样下去你会掉头发的副科长 刘 退休后 我希望你能当我的遗嘱之行人 现在想这个还太早了 科长 好了 奇怪的问题就到此为止 准备开始测试吧 那个 刘姐 那个虚拟世界 会有没见过的危险吗 不用担心 HIA的工作人员会全程为我们保家护航 而且 有我在 我会照看大家的 真厉害 感觉跟外边一模一样 刘也在 让我看看 重力也很真实 那么 我的疼 武器的手感也没有问题 能模拟到这种程度 辛苦了 被牙小姐表扬了 我会永远记住这天的 哦对了 为了方便测试 给蛛未增加了一个进度标记 等它变成绿色 就证明 后台数据收集完成 也就是说 到时候就可以下班了 那么 那么,开始战斗测试吧 测试目标第一批,已不属 竟然是叛军了 比真正的叛军化赏,我喜欢 测试目标第二批,已不属 你居然是假的 不微虚实,一击斩 真正的叛军 不微虚实,这是叛军到东方课的 诶,有意思 早就想试试她们身手吧 测试目标第三批,不属 Porky's the 数据数据完成 测试顺利结束了 感谢各位执行官的配合 嗯,不错的战斗体验,确实堪称以假乱真。缺点是结束太快了,现在回去还是要参加树职会。 啊,比起加班,我还是更想在这里偷懒。 啊,不对,虽然我的身体歇着,但我的精神一直在高强度工作啊,根本没有偷到懒。 哦,这次赛博加班是精神过劳,是……副阁长,还可以怎么形容? 报应,不过确实结束的比预计要快很多呢,数据收集顺利吗? 很顺利,为了不耽搁周围的工作,我们加快了后台数据建模的速度。 原来还能这样?技术手册上似乎没有看到相关记载。 真是辛苦了,您还需要合照吗?既然提前完成了任务,我可以帮您安排一下。 啊?合照?什么合照? 您来访时不是说想要拍照纪念吗? 哦,呃,对,确实有说过。不过,对空六颗的诸位公务繁忙,不得因为这点小事给您添麻烦。诸位可以直接回汉的了。 诶,时间回去吗?没有工作餐了吗? 啊,啊,那个,我们工作人员会把餐点打包好,给诸位一起送过去的。 我先呼出注销登陆的菜单,麻烦诸位点一下确定。 有劳您,我们马上登出系统。 您,您已成功登,登,登出系统。 诶。 像呆在空洞里一样。 停,副科长会停止你那毒心术一样的能力。我已经开始害怕了。 诶,又真你害怕没人的广场吗? 我是害怕我那些请假条到底被你妈妈识破了多少次。 妈妈?藏脚现在只有姐姐哦。 大家分享一下调查的情况吧。 课长,你有收获吗? 一无所获,没有半个人。 不论我怎么回到,都没有人出来拍照或者合影。 我也没找到人! 感觉如果在这里玩捉迷藏,我可以一直藏到肚子咕咕酱。 诶,没有这样吗? 为什么啊?明明跑来跑去调查,为什么我一点都不饿? 啊,是,是藏脚的肚子坏掉了吗? 小苍角,怎么连这种事都要问副科长啊? 针对目前的情况,想听听我的推理吗? 说来听听。 咳,新爱里都爆发了可怕的瘟疫。 在我们进行战斗测试期间,光影广场众人都被疏散了。 作为瘟疫携带者的我们,实则已经被放弃,被隔绝在这空无一人的广场。 变成小姐,你打我,连科长都没有打过我。 诶,科长你把手放下,我不是让你现在打我的意思。 变成小姐,就算我刚刚说的是作案开的录像带的剧情,你也不至于打我一巴掌吧? 是李朗,你疼不疼? 哈?还问我疼不疼?你说这话很像那种坏心眼的班主任。 不疼?很奇怪,没什么感觉。 原来如此。 无人的广场,没被粉丝追的课长,苍角的肚子胀,前与痛剧失常。 与其假设,世上存在能瞬间转移掉数千世民的方法,不如假设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难道说,我们其实…… 没错,这里还是虚拟实境。 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未能成功登出。 原来如此,这能解释很多事。 我们的大脑会有危险吗? 别担心,以防万一等下我可以给大家开启安全模式。 我还记得技术手册上教的方法。 对不起,副科长,之前是我口出狂言。 以后不管做什么任务,我都支持您背书,我给您献上最高级的护发素。 好啊,记得选卡丽施德的新款。 各位,我们先返回HIA俱乐部吧,试试能否找到其他方式登出。 安全模式已启用。 好了,轮到大家了。 苍角,过来这里。 好的,刘姐。 苍角,轻语,你们怎么了? 不,不,不,不是的,刘姐。 我,我的身体怎么不可以使唤? 她说的没错,这个身体好像在被其他东西操控。 什么? 柯长,你还好吗? 我不好。 大概五分钟前,我就又想斩了你们的冲动。 刘。 交给我吧,亚。 这里果然不是现实世界。 有人做了手脚,让我们无法退出。 对空六颗,新艾力度的英雄们。 不好意思啊,在这个世界,没有人需要你们的拯救。 这个标志,是…… 你们将被困在这里,直到老死亡。 呃…… 苍角,你终于醒了。有没有哪里痛? 痛……还有点痛…… 看来测试系统的痛觉反馈已经彻底启动了。 抱歉,刚才为了能保证阻止大家,下手有点重了。 没关系,刘姐。头痛不是刘姐的错,是更之前的…… 嗯,看来我们的情况都是一样的。 一阵剧烈的头痛后,身体不受控制,开始攻击队友。 现在可以确定,我们未能登出VR系统这件事并非意外,而是有人蓄意而为。 在各位失去意识时,敌人甚至发来了威胁。 …… 性如此嚣张。能判得敌人的身份吗? 目前只有猜测。不过,仅从对方能够在我们面前展示信息这一点,至少可以证明,敌人已经夺取了VR系统的部分控制权限。 也就是说,坐等救援不是上策。可如果贸然行动,万一落入敌人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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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并不会把怪物简单地丢在那里做我们的靶子。对方毕竟拥有系统权限,一定会挖空心思置我们于死地。 他的资源和容错率比我们高得多,而我们和其他执行客没有任何不同。 刘姐,是在担心吗? 不,该担心的是敌人。听到了吗?藏头鹿尾的家伙,你招惹的是心爱力度最强的精锐。 。 哎,怎么变地方了? 看来敌人的权限会影响关卡成绩。 发现试试那个状况,就在前方。 啊?怎么还火蹦乱跳的?我失手了吗? 不,闪中的手感没问题。 是敵人在后台蹭改了怪物的数据 大家小心 这些都是作弊的怪物 十九战对我们不利 先追目标 刘杰我跟着两个人来 喂 站住 作弊的敵人都能搞定 开始催促自己 嗯 危险的很过力 从此避战 成功是一类的碎石怪物之一 找到了 老套的伎俩 牙科长 就是现在 本能是伪装不了的 要怎样才能离开虚拟空间 说 你们永远无法离开 什么 变回协会的房间 累死我了 尤姐 你成功了 不愧是副科长 好 干得好 嗯 您是这样才对 这是科长你想要的版本吧 正确口号是 为了守护城市 化身为光 好 难得潜雨能认真记清楚工作需求 我很欣慰 这次就让你来念启动口号吧 什么 原来你不是觉得羞耻才故意不记得吗 啊 好好好 这次就我来念 但是不准听着我看 不然不羞耻也羞耻起来了 咳 为了守护城市 我潜雨忧真 嗯 化 化身为光 儒 啊 怎么关卡没有启动 是我说错词了吗呢 啊 神 哇 哦.... 課長, 你們幹嘛盯著我呢? 不對, 為什麼你們是俯視角呢? 不對, 為什麼說話是這個口音呢? 千... 千御君 是你嗎? 什麼呀, 副課長? 這是捉弄我的問題嗎? 我這張臉還能有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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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贞 变成帮布了 等等 不 不对 等一下等一下 啊 啊 啊 为什么 我的身体呢 原来是真的 为什么真的变成帮布了 呢 虽然那具身体有时候很不好用很不方便 但变成这样 这么短的手臂这么笨拙的身体 这不是完全变成废物了吗 安达 呃 呃 幼珍 打起精神来 不要说自己是废物 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别在这时候说这种话呀 安达 哈哈哈 哈哈哈 是那时候的 自作聪明的情报官 把所有人都吐下水 计划顺利 策略奏效 敌人露出破绽 就沉溺在你的妄想中吧 你的余星 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那些战斗 给了我充分收集数据的机会 让我逐步夺取这个系统 逐步夺取你们 你的队友数据建模已完成 所以我在后台 对他的数据模型做了点小小的 优化 再过一阵子 就可以更顺利的迈向脑死亡了 你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哈哈哈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要向天下无敌的对控 柳克复仇啊 弓箭手 是第一个 接下来是那个小鬼 然后是刑剑家的骄傲 而你 自作聪明的情报官 我会特意把你留在最后 我要让你亲眼看到 你的队友们 是如何在你的指引下 一步一步走向 仓角 刘姐 不要听这个丑东西瞎说 其 其实我没太听懂她在说什么 但我知道一件事 她露头就是急了 哎哎哎小苍角 这就是你举着我砸穿电视屏幕的理由吗 嗯 屏幕复原了呢 已经说了 我在逐步夺取这个系统 我马上就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神 我要它复原 它就能复原 而我要你们灭亡 你们也注定会灭亡 我明白了 现在明白 已经迟了 也就是说 你亲口承认 你还没有夺取这个系统 没有改变规则的权能 很高兴知道 技术手册上的规则还在生效 我们只要击杀全部测试怪物 就可以强制通关 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对的 您提供的情报 确实非常有用 哼 不见棺材不落泪 如果这就是你的判断 只能说 你比我预想中还蠢 下次见面时 甚至希望你还笑得出来 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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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可以打破 太好了 安娜 我感觉她真的是在引用我们 安娜 眼下也只能紧急追上去消灭她 不见 副合场 这里也有可以打破的墙恩 很好 我们也找进到吧 都让开 别挡路人了 动脚不解 动脚不解 好像前面 有声音 月城 对面是 桑九 野安 糟 糟 没有路了 刘姐说过 不能让科长的数据那么快就被偷走 这里就让我来吧 小桑九很拼命啊 可是再怎么拼也支撑不了多久恩呢 喂 月城 佛劳德 佛劳德 刘姐 刘 别管我 快离开那里 我说过了 你的挣扎 在这里毫无用处 我说过了 毫无用处吗 真的 会用这种方式伤人 我们要找的特殊怪物 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可恶啊 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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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周 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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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怎麼不說話… 你這可惡的東西! 你這可惡性變擁這一次 Alumni,傳譯! 這是你嗎? 哼,眼界我们消灭了两只测试怪物,终于做不住了。 还有一只漏网之余,你的计划就破产了。 自有与世的情报官!你确定你的队友能听到那个时候? 我相信他们。是你对他们的强大一无所知。 哈!根本不用队友教你耍帅。你自己也挺会说这种漫画一样的台词嘛。 细数事实而已。数据作弊,地形作弊,后台作弊,你的手段都用过了,依然无法战胜我们。我觉得事实放弃也是一种智慧。 是啊,这次我跟你一见一致,放弃也是一种智慧。 哦,好久没有遇到这么懂事的反派了。我会帮你争取一点俘虏人权的。 比如审讯时,给你一份猪排没有被苍角吃掉的猪排饭什么的。 哈哈哈,我说的放弃,是指放弃你。如果没有你的介入,我早就干掉那三个家伙了。所以我决定暂时放弃对付你。专心解决核心问题。 等等,你想做什么? 从我的时间里滚出去吧。别在这里碍事。 等一下。 等一下。 月城小姐!你……你…… 我……我这是……难道…… 月城小姐……哈哈……你终于醒了,太好了太好了。你回来了,你回到现实世界了。 月城小姐,登陆连接已经成功了,但现在系统的权限仍有部分处于敌人的掌控中,提示缺失认证信息,无法顺利登陆。 不…… 我有个想法,似乎值得一试。 您手里这个是…… 诶? 心爱里都守护着徽章? 这小花纹还怪别致的,是你们汉子的官方周边吗? 这不重要,请您先把这个徽章拿去给专家团队分析一下吧。 不……不可思议……等等,您的打算难道是……佩戴着这东西登陆系统? 缺失的认证信息……是这个没错吧? 没错,可……可这太冒险了!登陆之后,您将无法开启安全模式,连痛觉保护都无法启动,还会…… 我有件事想确认。 什么? 系统的核心规则仍然生效吗? 我指的是这本技术手册中记录的内容。 系统会根据数据,建立起于感官系统深度同步的精准虚拟模型。 击败全部测试怪物,测试就会强制结束。 根据专家们的判断,这些规则并没有被篡改,对吗? 当然,这些是VR系统运转的底层规则。我们与敌人的周旋一直停留在争取系统控制全层面,敌人做不到也没有机会篡改。 那就好,我要进入系统,同伴们还在等我,请帮助我进去,拜托您了。 我好感动,我以后要传办你的直属核心粉丝群。 总有一天,我要让全新爱丽度人都口岳城相解。 您又把心理活动说出来了。 没有,这就是我的表面话。我的心理活动比这个更羞耻。 如果说出来,你肯定会逮捕我的,我就不说了。 既然岳城副科长,你已经下定决心,我会协助你。 我以岳城柳直属核心粉丝群初代管理员的身份发誓,一定全力以赴。 向爱丽度的建成者们,向婉咒女士,向上一队吃上的面条祈祷,祈祷银河六颗的大家,都平安无事。 谢谢。我,一定会把他们都带回来的。 最实际上有一个图片。 如果摩托的,我会把他们都发现的魔法。 大概是就是一个图片。 那样的主要都是乐的。 我们不负面的主要。 到了怎么能够放这些简单。 可是我们能够放这些規制副科长,可以做一些壮争。 我们还是要传自己的前一个蹋。 不必? 已经知道敌人的底细了吗? 是的 科长 星剑亚的战斗数据收集进度 98% 你有办法对付他们 对吧? 是的 科长 星剑亚的战斗数据收集进度 99% 那就交给你了 星剑亚的战斗数据收集进度 100% 数据收集完毕 正在建立模型 为了守护城市 我 月城柳化身为光 我 月城柳化身为光 抱歉 大家 我还是来太晚了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不难了解 我 破人来了 莫非的怪物 来多少也没用 科长好有戏权子 你不会变怪木板呢 可不然 暴徒没有帮务持此没见 唯一想参加恩典 不用等索客长 交给我吧 科长 它牢掉了吗 不能干净,你才不让冰险了 你这傢伙,不是不能在星际人手下就这么久 因为,你不是他 这世界不准我,在这里,我可以失败无数次 而你,一次失误都承担不起 右手,恩能 我的右手,之前没有阻止到星温拉伤了恩能 什么时候 那会带来微小的动作差别,恩能 你一直照看我,照看我们恩能 这世上,只有你捕捉得到 谢谢你,雅科长 撤,了解恩了 走开 吓… 嘤啊 走着你 拥追 怎么能,疼痛啊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 六姐 你成功了 这下总算能下单了 准备好了吗 大家化身为光这么久 开变回人参了 六姐 你醒了吗 看得见我吗 苍角 你的手上都是汗呢 六姐 你终于醒了 吓死我了 他们说你的健身在里面使用了一次超越身体极限的力量 可能引起身体的温落 原来是这样 那一招最好别在虚拟世界里用 我记住了 我就说副科长不会有问题的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浑身酸痛 感觉到了我平时想请假的心情了吗 很高兴你也平安无事 千语君 我觉得你还是帮部形态比较可爱一点 啊 副科长 你真话是精神层面的山耳光 好过分 六 多亏了你我们才能返回现实 你的策略是正确的 一如既往 等恢复后 你能来为我起草遗嘱吗 现在说这个还太早了 副长 而且怎么步骤提前到起草遗嘱嘱了 在仙剑家这样的大家族里 这种事就是要提前做的 虽然我可以叫着这个重逢的清净吃三份盒饭 但还是要打扰各位一下 保险起见需要给各位做一下体检 所以 敌人是通过那个灰针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病毒 说病毒并不准确 那是一组特征嘛 本身不是危险屏 也不会主动发射信号 唯一的作用就是在佩戴者登入VR训练机进行全身扫描时被读取 但在被读取到之后 它就成了病毒 它会开放出一个接口 让幕后黑手得以入侵系统 技术人员是这么汇报的 副科长是怎么知道 那个徽章上的花纹里藏有病毒的 回想我与大家行动的唯一差异 似乎就是在行动开始前 没有与粉丝进行互动 为了让信任汉德的市民们感到安心 上面一直要求执行官们尽量亲切地对待粉丝 大家会佩戴粉丝送来的礼物 也是很自然的事 原来那个漂亮的徽章是坏东西 糟了 忘记是哪位粉丝送我的了 如果能记住 是不是就可以追查的 不用担心 我已经让靠得住的合作部门再跟进了 有可能是HIA内部作案吗 我确实怀疑过 但转念一想 如果是内部人士想做手脚 有很多比植入特征码更隐蔽的方法 嫌疑最大的 自然是在这个时间点最有理由针对对空六刻的人 哦 对空五刻 现在不是讲内部笑话的时候 客长 你应该已经明白我想说的了吧 签面 我们距离摧毁他的手脑 只有一步之遥 他要做困兽之斗 也只有趁现在了 签面曾成功入侵HIA系统漏洞 有机会掌握内部情报 更何况 利用黑客团伙进行电子战 一直都是签面的专长 黑客团伙 也就是说 平时各自为战的签面羽党 现在应该聚在一起吧 这是他们的背水一阵 为了能够高效组织起对我们的攻势 想必那些羽党不会相距太远 刚好可以一网打尽 哼 在货真价实的空洞里打不过 就跑到游戏世界里作弊 这群坏蛋也太坏了 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们呢 刚好 合作部门的情报已经送来了 不如 就今天了结他们 这群坏蛋不在因为欧眼的口感 这群坏蛋不在底都玩了